男人的舅舅17年前被卡车撞到昏迷不醒 就在今天 舅舅醒来讲着奇怪的语言 男人心想看来脑子变得不太正常了 这是舅舅自称在 一世界格兰巴哈马特待了17年 这可让男人无语了 这男人叫做静雯 舅舅竟然要证明去过一世界 他对着旁边的水杯念着咒语 并且毫无反应 静雯无奈表示要放弃抚养舅舅 一家人因为舅舅昏迷早已分崩离析 话讲到一半 没想到桌上的水杯竟然飞起来了 原来这边要用日语发动啊 舅舅问他 刚是不是讲了什么商人的话 静雯连忙否认 问刚刚那是什么 舅舅说是魔法 并询问起电子游戏公司 是家如何了 静雯表示 是家老早就退出市场了 现在是索尼和任天堂各战半壁天下 这让舅舅当场遭受打击 并念了断 消除记忆的魔法 遇到难以承受的事情就会使用 静雯不禁吐槽 就为了是家 舅舅把一个本子递给静雯 里面讲述在世界遇到的难过事情 这一看 让静雯当场下跪 哭着要舅舅把他的记忆消除 原来是家的事情 对舅舅是这种级别吗 一周后舅舅出院 静雯决定用舅舅的力量来赚钱 总之先上传影片到YouTube 靠着广告收入赚到了6万日元左右 静雯把舅舅带回合租的公寓 与世界脱戒17年的舅舅对周遭事务几乎没有概念 静雯好奇舅舅在意世界的同伴都是些怎样的人 舅舅说自己17年来几乎都独自一人 一世界的人既是些帅哥美女 刚开始穿越到一世界 还差点被当成兽人压肿狩猎掉 还有一个特别具有攻击性的人 每天不是缠着他 就是骚扰他 无论他干什么 都对他进行人格否定和辱骂 明明把他从魔物手里救出来 却连道谢都没有 还说能和你这种兽人脸相处 不拖的也只有我了 最后他找个城镇 把他甩掉跑了 静雯突然意识到不对 这根本就是傲娇啊 舅舅表示回来有网路WiFi真不错啊 刚回来的舅舅对网路梗充满不解 面对冷嘲热讽的留言没有抵抗力 舅舅想要买这个2G手机 静雯说现在技术革新都是智慧型手机了 舅舅表示还是喜欢按键的感觉 说到技术革新 自己在一世界也用过 用讲的太麻烦 舅舅直接用魔法打开脑海中的画面 在过度砍发而缺水的村庄 利用现代科学和魔法做了能出水的湖 静雯认为舅舅应该受到了村民的尊重与感谢吧 舅舅说并没有 他被当成异教徒 差点被吊死了 这时有人上前来救他 就是舅舅口中骚扰他的人 结果舅舅头也不回地跑走 没看到妹子的脸 静雯气得垂中 舅舅以为静雯士气 第一视角太晃了 并改了摄像镜头 静雯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 想看看刚才的人 注意看不得了 多么好的人 还是个美女 这时电脑上的手机拍卖提醒跳起 时间所生不多 静雯问查运费了吗 结果舅舅手一滑 下单完成 手机1600日元 运费则要2000日元 如果面交可以免运 沉默的舅舅直接往窗户外跳 吓得静雯往外看 舅舅使用魔法的力量 飞去拿刚买的手机 免运的下单能力也太方便了 像柴包裹的静雯跟舅舅接到 一看是把屠龙刀 舅舅解释这是收纳魔法 还有很多稀奇贵金属 像是人与眼泪化成的戒指 在意世界这枚戒指能抵一座城堡 但是在日本当铺被说只值50日元 静雯聊起舅舅的恋爱话题 舅舅回答的近视游戏相关的人物 静雯问他 在意世界有遇到什么好女孩吗 舅舅交出影像 他从怪物手中救了三人 姐姐一脸赴死 舅舅把手伸过去 他说后来好像被 哥布林什么的袭击 并掉下了悬崖 静雯看着身后 偷偷摸摸的弟弟俩 似乎懂了什么 舅舅差点死掉的时候 傲娇妹子把他给救起来 舅舅为了还人情 递上了一枚戒指给他 妹子吓得爹坐在地 舅舅以为他不要 结果妹子最后还是说要 静雯感觉 舅舅做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结果舅舅竟然把戒指 拿去城镇换钱 并给了妹子两大袋的钱 静雯心中吐槽 这是什么钢铁指南 舅舅还说 后来妹子还是继续缠着他 可能是看上他的钱 静雯不禁佩服 妹子内心坚强 最后他们把 异世界的刀收了回去 这下可来了影片灵感 新片获得播放数200万 上级说到 17年前 舅舅被卡车撞到昏迷 醒来后 声称自己从异世界回来 在静雯面前展示了魔法 出院后 两人决定用魔法 在YouTube赚取广告收入 哲天舅舅的星座回想不高 并念着 可不能再乱花钱了 并拿出了自己在拍卖网买的商品 十佳游戏排行榜的书 当时身处于世界的他 为了看到结果 活下去的动力都寄托在里面了 静雯心想着 就为了这点事 看到第一名 是从电脑上移植过来的美少女游戏 静雯说听上去好像不是个很好的结果 舅舅表示并没有怨言 就是有种平时硬派作风的男同学 最后败到在女孩群下的寄疗感 说着 舅舅舅飞到雨中 激动的喊 第一名应该是格斗游戏的守护英雄 为什么 他最爱的游戏只有197名 冷静下来的舅舅终于回来了 静雯说 第二名是 是家的原创RPG游戏 提起RPG 舅舅在一世界也有类似的展开 说完便把影像给叫出来 一开始村长把他当成万兽人去赶他 后来发现是误会的村长 说村子西方传说中的摩颜龙复活了 为避免村子销毁 希望舅舅能够帮忙 能打败摩颜龙的武器 只有村子里兵制一族代代相传的动神剑 但是那一族的位翼有点击手 门一打开 四周寒冰刺骨 眼前的女孩叫做梅贝露 如果不能溶解他心中的尖兵 动神剑的封印就无法解除 女孩说 小时候在马鲁克山顶 看到扑啊扑啊的花 好美丽啊 这时舅舅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直接跑去打倒了摩颜龙 静文认为 剧情不该是这样吧 不是应该去马鲁克山顶 给女孩踩扑啊扑啊的花 舅舅表示 得这方面感到苦手 反正村民们能免于摩颜龙的威胁就好了 就在这时门外有快递上门 试试加油戏机和游戏二事件套装 原来静文想买给舅舅当惊喜 虽然刚说过不随便浪费了 舅舅跑出来问他是什么 静文把游戏机拿出来给他 没想到舅舅一脸惊恶的表情 静文也不知道这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并又拿出了守护英雄的游戏软件 舅舅生日快乐 舅舅扯出了一个爽朗的笑容 静文心想自己起人忧天了 对舅舅来说是家的主机不可能是浪费 晚上两人走在路上 大家都跑去跨年了 激进了那街道 让舅舅感觉像被外星人蹂躏过的地区 雕士和一世界的跨年还是很有区别的 回家后舅舅拿起刚买的漫画杂志 想体验边跨年边看漫画的感觉 静文问他17年没看了不会看不懂吗 舅舅说乌龙派出所什么时候看都能跟上 静文说乌龙派出所已经完结 舅舅吓啥了 那也是能换完的东西嘛 比起漫画 静文想听一世界跨年的话题 舅舅打开画面 就是为了过冬 向众神举行的感谢活动 这天领主会招待大家丰盛的食物 在这热闹的日子里 舅舅依旧孤单一人 随便吃了点东西 就回到了旅馆 故事草草结束 静文问之前的傲娇妹子去哪了 舅舅说那家伙不在 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的静文 替来玩游戏好了 这时舅舅突然说活动结束后 美贝露重来他房间 瞬间静文关掉了主机的电源 继续说那个 快点 舅舅只好再次打开画面 美贝露认为自己成天窝在家里很没用 问怎样可以变得跟他一样强大 舅舅告诉他 只要照自己的想法活着就足够了 自己这时自终都是世家的用户 难道你要通过别人的评价 来决定买哪款游戏吗 被打动的美贝露 决定继续家里蹲 并还想把动神建给他 结果他以太兵为欧拒绝了 看完的静文失落地站起身 提一来吃跨年桥卖面 静文问舅舅 学生时代都怎么过年的 舅舅讲 看电视节目笑一笑又何妨 静文说那个也没有了 就这样两人聊着电视节目 度过跨年 新的一年早晨 女人走在街头 看到自言自语的舅舅 以为是个怪人嫌弃地离开 这是静文在身后 叫住他 这女人叫做腾公 她是静文的轻微竹马 徐涵一番 静文邀请他来家里坐坐 腾公表示 回家放东西就过来 静文把地址发给他 他顺着地址来到静文家里 此时舅舅从窗外进来 两人就这样站在原地 舅舅眼看魔法暴露了 冲上前 就要使出消除记忆的魔法 静文及时把两人拉开 表明是他的朋友 舅舅直接跪在地上 我家静文承蒙关照了 这时静文郑重向腾公介绍 这是从一世界归来的舅舅 目前还是位魔法型YouTuber 腾公不信 要他露一手看看 舅舅表示 自己视频播放 也有200万观看 免费的实在有点不妥 一旁静文也点头认同 气得腾公叫他 别把静文的人生给带偏了 这时舅舅发现 妹子是喜欢静文啊 腾公连忙否认 连静文都表示百分百不可能 舅舅很是自信 毕竟初中的时候 可是看过EVA全集 静文压抑 他竟然看过EVA 舅舅说 当年EVA的弹中伤也有世家 静文心想 原来到头来还是世家吗 这时 他提到里面的角色明日香 静文震惊 舅舅就要察觉到傲娇的概念了 这下连精灵小姐的感情 都要被察觉了吗 结果舅舅竟然说 明日香喜欢的是家之 众人无语了 腾公要舅舅 别再胡说八道 这时舅舅又说起一个女孩 被敌人夺去自我的故事 没想到腾公竟然出动了 这时静文提醒腾公 那只是游戏而已 腾公站起身 要他适可而止 这时舅舅光速跑到腾公面前 用魔法得知 腾公先时洗澡 还换了衣服过来 腾公害羞连忙否认 这时门铃声响起 腾公问舅舅到底是什么人 舅舅说自己只是个普通的大叔 从异世界回来的那种 说完门外的快递 喊着有包裹 腾公趁舅舅去拿包裹 向静文说 赶紧断绝关系吧 房租吃紧 他可以帮忙付的 静文以为腾公要跟他喝租 腾公顿时羞涩起来 静文突然想到 舅舅也要住啊 这时 腾公脸都僵了 一旁快递问 什么东西这么重 原来舅舅买了15公斤的大米 此时在这屋内 感受到了两个人的杀意 上集说到 静文的青梅竹马 腾公来到家里做客 看到举止怪异的舅舅 怕他把静文的人生给带偏 气得要他离静文远一点 这天静文跟舅舅说 腾公会来家里 舅舅表示 腾公是个好孩子啊 请文心想 他还要我跟你断绝关系呢 这时他们收到一封邮件 是一封关于YouTube的新政策 广告收益需要达到 4000小时及订阅数1000人 4000小时是轻松达成了 问题是 舅舅的频道订阅只有800多人 实在不懂 为什么订阅那么少 结果看到 有观众留言称赞 合成影像真厉害 舅舅纠正他是魔法 这下禁文终于知道原因了 舅舅放这些垃圾回复 粉丝才会跑光的 舅舅表示很委屈 这次的危机 让舅舅想到了一世界 那是都市的防御结界被剖开 引来了上千头 传说级的魔兽 明明在这紧要关头 为什么要在这时候 述这么有趣的话题 可恶 好想听啊 舅舅叫出了画面 虽然说是巨大结界 但究竟是在封印什么呢 好娇妹子出现 难道你连智利 也和兽人一样吗 舅舅听到兽人 纷纷躁动起来 妹子表示大家冷静 如果她真的是兽人 就不可能在这结界生存 妹子解释 这座都市的西方 为了封印 身处在外的神话级魔兽 并展开了大规模的结界 表示这种规模的结界 不可能轻易被打破 这时舅舅直接一招 往天空上开了个洞 经文都看傻眼了 现在是什么操作 舅舅表示 想试试看硬度 怎料就破了 眼看魔兽们步步逼近 这样下去 势必会有很多牺牲者 妹子亮出武器 瞬间周遭发出了紫色闪电 说着舅舅真是个 笨手笨脚的笨蛋 要她快逃 就往魔兽冲上前 突然结界出现 把妹子撞得 掉在地上 外面的魔兽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原来舅舅早就向 结界的精灵拜托帮忙了 人民高声欢呼得救了 不过有人指出 刚刚好像看到什么闪光 难道是被 魔兽破坏结界吗 大家都看向舅舅 觉得她就是最大嫌疑人 就在这时 妹子为舅舅结尾 把自己的传说级装备 掉在地上 向大家解释 就算是传说级别 也已经为古董物件了 众人听完认为 结界或许是一样的 毕竟也都几百年 没有维护过了 这时大家的吸引力 也不放在舅舅身上 舅舅问妹子 为什么不说 结界是她破坏的 她只是羞涩地说 今晚请我吃饭 结果舅舅连夜跑走了 认为一开始答应妹子 就会永远被她敲诈 静文看都傻眼了 不禁吐槽 你是有多不相信人啊 这时舅舅想到 自己在一世界 拜托结界精灵 那订阅术 就拜托网友们吧 并把事情经过 写在评论区 静文可不认同 他觉得互联网 是很可怕的 向他们示弱 可是会被攻击 没想到 大家纷纷帮忙舅舅 订阅术不断攀升 原来充满善意的 网络世界 还是存在的 很快订阅数也满一千人 危机解除 愧疚的静文 就这样坐在地上 来拜访的腾公 看得一头雾水 腾公说 这不就是啃老族吗 YouTuber真的能算是一个职业吗 舅舅一脸见证表示 这是商业机密 原来腾公希望 舅舅能够离开静文 因为如果他在这里 就没机会和静文 展开同居生活 舅舅听完 问腾公不如住这里 反正他可以睡在地板 静文认为有点不妥 而且空间也没有那么宽敞 这是静文一看手机 今天五堂果酱 只有198日元 说完就离开了 现场就剩下腾公和舅舅 舅舅明白 腾公对静文的心意 但是静文却只把他当作朋友 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吗 可以跟我聊聊我 腾公立刻拒绝 舅舅表示自己 好待与喜欢的人 有过上百次接触经验 腾公对于人生经验 只有游戏的舅舅 实在无话可说 舅舅站起身 离去前说着舅舅的话 舅不行吗 腾公想是不是说得太过头了 追上去 想跟舅舅道歉 结果门一打开 眼前的人是哪位 妹子声称 自己是静文的舅妈 她还穿着舅舅的衣服 说舅舅只是去了洗手间 舅妈表示 舅舅不能聊 那我来陪你聊 说吧 就在此时 静文回来了 腾公说 舅妈要跟她恋爱咨询 静文上前故意说错 游戏内的名字 这时舅妈立马糾种她 没错 眼前这人 就是舅舅 既然会用这种魔法 在一世界变脸不就完事了 舅舅反驳说得容易 人变了 心里也会跟着改变 如果不是要紧的事情 可不会随意改变 清文不禁吐槽 就为了恋爱话题 算了 总之先用现在的样子 去玩游戏实况吧 游戏就玩守护英雄 舅妈立刻说好 一旁的腾公还在疑惑 现在是什么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 上传好影片的两人 赶紧来招待腾公 舅妈提议 不然就来看 腾公和静文初次见面的时候 画面出来 天文向腾公解释 这是魔法 腾公还是不信 这肯定是全息投影吧 两人看他依旧不信 只好说是用这台 索尼的手机投影出来的 结果腾公竟然信了 映入画面的是一个小孩 还问静文 有没有小黄叔 还朝他慧全 这是舅妈问 腾公人呢 这脏兮兮的臭小鬼是哪位 静文说 这就是腾公哦 腾公自己都傻眼了 我以前是这样的吗 不应该是那种酸酸甜甜的青梅猪吗 舅妈表示 腾公这样是不行的 打妹打妹 亏静文能认得出来现在的腾公 静文说 肯定认得出来啊 毕竟这就是腾公吗 舅妈心想 原来外表不是问题吗 没想到身体的影响 这么快就影响心理了 这是舅妈想到刚刚的影片 影片中只看到舅妈的身影 等等 为啥都没有拍到游戏画面 这种东西 有人看吗 一看震惊了 观看竟然有20万 底下留言都夸可爱 甚至有人说 把游戏机拿开 超级火爆 静文大喊 比起垃圾大叔 这年头 果然还是得看虚拟YouTuber 现在是 美少女批套时代 舅妈大受打击 气得都变回舅舅了 腾公大惊失色 出现了一张恶心脸 收入到赵那天 晚餐时桌上摆放着 稍微有点豪华的 超时刺身套餐 那么这集故事 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 上集说到 舅舅未来和腾公讨论恋爱话题 竟然变成一个美少女 声称自己是静文的舅妈 结果当场被回来的静文 逮个正找 提依用这个样子游戏实况 没想到反应超级火爆 让身为YouTuber的舅舅 开始怀疑自我 这天三人在看 小学生时期的静文 两个同学调感他 带小黄叔来学校 静文感到相当委屈 就在这时 身后的腾公拿走了书 就这 你们也称小黄叔 瞎得两人话不吭声 静文跟舅舅觉得 腾公也太帅了 旁边的腾公面如死灰 他拿出手机里的照片 表示初中后 就变得像女生了 舅舅看着两人一起的照片 拿起自己的索尼手机 开始拍照留念 一旁腾公说 如果想要图片的话 我能发在你的手机上 舅舅说这手机不能发邮件 也不能打电话 腾公疑惑他平时 都怎么跟静文联络的 舅舅正考虑用 狼烟或是旗帜来联络 腾公心想 这里是中世纪古堡吗 这时腾公发现 咖啡很好喝 静文说 他从舅舅那里 收到20岁的生日礼物 一万元 并买了咖啡机 核心的咖啡道 腾公震惊生日礼物竟然是钱 舅舅不知道年轻人的喜好 腾公觉得只要是 用心准备的礼物都可以吧 舅舅说 送富有电视信号接收器的 GameGear组合呢 两人一致觉得不太行 腾公想到是静文的生日礼物 用手机传了初中的照片 沉默一阵后 静文竟然呼叫了Siri 问如何删除 聊天讯息中图片的方式 腾公大受打击 为什么要杀 静文表示 某方面来说很危险啊 会被抓的那种 这是静文的手机 传来咖啡豆特价讯息 说自己去买点回来 就出门了 舅舅指出腾公豁出去的泳装照 在吸引力上 输给咖啡豆特曼 腾公拍起桌 激动想要解释 舅舅一个重心不稳 眼看手中的杯子 就要倒在腾公身上 直接释放了冷却魔法 腾公觉得自己 要被冻伤了 这时舅舅打算用火的魔法 腾公吐槽 别用魔法了 舅舅提议 去冲个热水澡吧 先出门回避 两小时了 在换衣服的时候 腾公心想 如果静文看到他的裸体 对他的态度 会不会改变呢 说曹操曹操到 刚回来的静文 就这样拉起帘子 腾公裤子都还没穿好 直接蹲下尖叫 静文急忙道歉 就脸红的跑掉 腾公看到静文的表情 觉得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想到舅舅晚点才回来 便来到静文房间 静文向他道歉 被朋友 用这种眼光看待 很不舒服吧 腾公仅穿着一件衬衫 湿漉漉的坐在一旁 腾公说 自己反而很高兴的 这时静文流下了眼泪 腾公 你从以前开始 就一直很温柔呢 我会负起责任的 这时 就就冲了回来 说窗外的旗子 显示为紧急状态 原来静文用旗子联系了 就就 通过摆放位置不同 来判别状况 静文说不小心看见 朋友换衣服的情景了 希望能消除他的记忆 腾公一把抱住静文 扇什么记忆 我又不讨厌 静文哭着说 你真是个温柔的人 这么保护我们的友谊 一旁的就就 看到新买的咖啡道 打算来泡咖啡 这天腾公20岁生日 跑来静文家里 开啤酒庆祝 就就送了自己的座右铭 给腾公 危机极为转机 无论在什么处境 努力抗争到最后一刻 才是最重要的 静文觉得此话 从一世解归来的 舅舅嘴里说出 相当有说服力呢 就就想到两人 也都到了 合法饮酒的年龄 想到自己也是在 20岁的时候喝酒 画面打开 两人震惊 这模样是20岁 就就真的是 没什么改变呢 这时傲娇妹子 也现身于当晚 两人的姿色 顺时成为众人的焦点 腾公一货这么美的人 确定是舅舅的跟踪狂 他不是反了 跑叫妹子走上前 就问舅舅 为什么要逃跑 姐姐不是都修好了吗 舅舅把食物往他嘴里塞 希望他能够帮忙保密 他不解舅舅为何这么强 舅舅表示 只是不断努力练习战斗 三年前 他第一次遇到舅舅的时候 明明没受过什么训练 就把木毒龙给打倒了 舅舅连当时的魔兽 叫什么都不知道 他喝止连情报 都没有掌握 就去挑战 根本是不要命了 舅舅反驳 当时一心想救他 那也是没办法的 这句话 成功堵住傲娇妹子 问舅舅该不会 拿刚刚的话 骗其他女孩吧 舅舅提到 打败摩烟龙的时候 有被好好感谢一番救世了 听完当场把啤酒喷出 难道舅舅被冰之一族 给承认了 舅舅说没有用动神剑 就打倒了 妹子不可置信 摩烟龙全身包覆着摩烟鳞片 除了用动神剑 可没有其他方法能够打倒 舅舅表示 以火供火 也是能造成伤害的 以为他不相信 当场拿出封印摩烟的瓶子 舅舅认为他 一开始就没想着会赢 危机极为转机 陷入危机时 即使是一点波动 也有可能逆转 无论何时 用不放弃 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他在 摩烟摩烟攻略里面学到的 两人无语了 居然是从攻略书里面 领会人生的吗 说着 舅舅就跑去玩 摩烟摩烟三了 你们看你了 就过来玩吧 结果舅舅竟然 邀请傲娇妹子 去看旅馆的房间 自顾说着 就拉起他 一路抱着他走在街上 两人都看傻眼了 难道喝醉后的舅舅 原来是肉食系吗 这时舅舅跑过来 找他们打游戏 敬闻堂塞舅舅 一款单人游戏 又回来继续看一下 画面中的舅舅向他说 辛苦的时候 有你撑着实在太好了 妹子羞涩起来 原来自己一直是 他内心的支柱吗 到了房间门口 妹子表示今后 也会继续成为他的支撑 舅舅说到今天就够了 谢谢你陪我回来 说完就把他晾在门外 没想到第二天 妹子要跟他去迷宫 静文不禁佩服 他坚强的内心 这时痛苦让他看眼角 明显的红肿 肯定是昨晚哭了 连腾宫都为妹子感到难过 一把喝起了啤酒 要舅舅也喝 起料一口就醉 看来就品不太行啊 腾宫逃跑似 说自己先回家了 舅舅一听 我送你回去吧 用疯的魔法 把他们飞起来 三人就这样 在高空上飘着 两人决定今后 不让他喝高浓度的调酒 一事件还有后续 两人在迷宫 这时妹子中毒 舅舅帮他吸血 又是揉肚子 受不了的妹子 一脚把他踹晕 两人吐槽 与其说是毒药 不如说是某种兴奋药剂 这时画面黑掉 舅舅解释 那是他头上的视频效果 带上去就读取不了记忆了 没想到他小气道 隐藏解读方法 这时腾宫说 我也想来一份给经文 那么这集故事 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也别忘了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 上集说到 磕罪的舅舅 与精灵走在路上 并来到了他的旅馆房间 害羞的精灵以为要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舅舅感谢他的搀扶 就关门睡觉了 精灵哭了一整晚 没想到隔天 还能跟着舅舅一起冒险 这天腾宫提议 用职业棒球赚钱怎么样 以舅舅的魔法 肯定能投出 时速1000公里的球 年薪就能拿到手软 这时舅舅提起 高中看到玩棒球的那些人 因为知道 他们每天都在太阳底下挥洒汗水 所以他不想用作弊的手段 来践踏他们的汗水 毕竟他在异性战事上 也同样挥洒着汗水 所以他能够理解 一旁两人觉得 这种理解就不需要了 舅舅提起棒球的用语 也是很多呢 像是封杀 触杀之类的 这让他想到在异世界 有差点被暗杀的精灵 并召唤出了影像 那天他攻略完地下迷宫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警门发现 这人有点熟悉 在舅舅破坏了都市结界的时候 还有跟精灵小姐在一起时 也有出现 难道这人一直跟踪着舅舅吗 只见神秘人亮出他的镰刀 并动住了舅舅的脚 朝着他冲了过去 本想出手的舅舅 又收回了刀 因为他认出 眼前的人是梅贝露 压在他身上的梅贝露告诉他 多亏了你 没用动身剑 打倒魔炎龙 现在他从这任务中解放了 舅舅听完 还在为他感到高兴 两人吐槽舅舅 真是一点都不懂反讽啊 梅贝露问他 为什么不拔出武器 身为常备人 投射杀意的舅舅来说 他在梅贝露身上 感觉不到杀意 这时他察觉到 梅贝露脸色不好 有好好吃饭吗 梅贝露听到这句 心中的委屈 顿时涌上心头 坐在舅舅身上 就哭了起来 他明明知道 这不是舅舅的错 说完就晕了过去 最后 就把梅贝露搬回旅馆 此时梅贝露醒来了 舅舅问他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在老家多吗 梅贝露说回去时 家里被当财火砍了 村长告诉他 不愿意的话就由村里饲养 最后他选择用动神剑 把村里的人搅动住 在他们脖子上 滴了水滴后就逃走了 现在他已经回不去了 舅舅震惊 这执念也太强了 就这么讨厌干活吗 他无法忍受这些 严苛又辛苦的劳动 两人吐槽刚说的那些 哪里辛苦了 舅舅表示他能够理解 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 屋电后还要跟同事喝酒 他自己也做不到 不过他现在 正作为一个冒险者生活着 梅贝露觉得舅舅 还真厉害 舅舅一听到被夸厉害 表示自己毕竟在人世界里 是三十分钟内 通关异性战事 高难模式的男人啊 他觉得梅贝露 可以考虑依靠动神剑 生活下去不就行了 梅贝露疑惑 身为守护者的自己 去亲自挥舞动神剑吗 正当他怀疑自我时 舅舅再次告诉他 无论别人怎么说 这都是梅贝露的人生 选择自己想要的事情就好了 梅贝露决定先找出 能将冰冻封印解除的方法 他试过去之前提到的山上彩花 但是没发生什么 他认为冰冻的封印 和他的心事联动的 自己也想作为一个冒险者 活下去 并改掉自己阴沉的性格 萧舅觉得这种个性 不是挺稳的吗 梅贝露连忙否认 寸里都说和他敲流人都不好了 眼睛也总是种种的 舅舅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和梅贝露说话很开心 而且眼睛就像某个游戏的角色一样 充满魅力 这夸得梅贝露心花怒放 一旁的动神剑也正不断地裂开 这时舅舅提到 他手上戒指足够养他一辈子了 就当做抢走他饭碗的责任吧 一旁的经文表示 这是第二次了 梅贝露说 自己不能收下这个 拔下来想还给他 身后的动神剑都已经流成河了 难道心灵的尖兵在融化了 舅舅让他收着 认为这也算是种缘分 是他今天打到的 世界仅有七个之一的天星石戒指 并打算让梅贝露住下来 这时梅贝露希望 能先借他去公共浴场的钱 自己也有段时间没洗澡了 没想到 舅舅直接凑过去检查 说他只闻到泥土的味道 梅贝露用手当着舅舅 要他别闻了 这时 舅舅提到公共浴场的钱 把戒指卖了根本也不成问题 卖掉的钱 足够梅贝露生活一辈子 反映过来的梅贝露 身后的动神剑 瞬间变成恐怖的样子 这次舅舅终于感受到了杀意 并拔刀上前阻挡 巨大的声响 但隔壁的精灵都醒了 抱着枕头跑去舅舅房前 以为他失眠 自告奋勇要来陪他 结果就看到了不可描述的景象 当他看到手上的戒指 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精灵直接召唤出自己的武器 把魔法锁链给砍断 获得自由的梅贝露 朝着他使用冰冻树 两个女人瞬间达成了某种默契 就这样舅舅直接被冰到第二天早上 问两人是不是很过分 一旁的静文和腾公 都认为舅舅真的很过分 静文提到 能把异性战士30分钟内通关 也是很厉害呢 正当舅舅讲授破关密约时 静文查到一个12分钟通关的视频 说到网络 舅舅问静文 游戏的北美版是什么意思 静文告诉他 就是同一款游戏在不同区域贩售 相对的语言也是不一样 这时静文拿出翻译软件 Rest from your grave 结果手机翻译是 从你的墓中站起 舅舅傻眼 这是在说主人公死了吗 一旁的腾公发现刚刚的影像 还有皇后续 梅贝露推测舅舅 跟他们兵吃衣足一样 是日本巴哈马尔的穿越者 三人倒带重头开始看 静明问他 睡觉是被强制戴上戒指 这根本就是被兽人睡昏 想必很困扰吧 只见梅贝露似乎蛮喜欢那个戒指 精灵精灵大作 不会多了个情敌吧 梅贝露解释 或许是一世界血缘的关系 推赞舅舅和他的祖先一样 来自日本巴哈马尔 这时梅贝露使用魔法 把祖先的样子给化身出来 冰之一族的起源 是大约400年前 来自日本巴哈马尔的 五十阶级男人 一世界的神明 将赐予他一股力量 男人听完说道 给我一把能够斩杀神的刀 一旁的静闻兴奋地听着 期待故事的发展 这时精灵打断了他 修至一位 像是有血缘关系的通乡 梅贝露表示 故事正讲到精彩的地方 结果精灵说这种故事 他在故乡的书里看多了 反正巴城市 从神那里拿到洞神剑 并学习一世界的知识 以及语言 最后和村落的巫女相爱 解开洞神剑的封印 一起打败了魔眼龙 并把剑传给世世代代代的子孙 比起这个他更想知道 梅贝露喜不喜欢舅舅 眼看高潮的部分都被剧透完了 梅贝露直接哭了出来 他本来还对这故事 有点自信的 精灵赶紧抱着他道歉 这时舅舅激动了起来 跟洞神剑一样厉害的东西 我怎么没有收到 而且神也没跟他说过话 经文提议 不然来看看舅舅18年前 刚到异时界的记忆 这时舅舅开始翻找 陈年回忆 口中还念着 集体凌迟 出行 地旁的腾公感觉自己听到了很多 不太妙的单词 没想到 竟找到一堆骇人的画面 清文傻眼 被狩猎的场景也太多了 舅舅表示自己 一旦睡着 就会任人宰割 腾公吐槽 亏舅舅还能活着回来 这时舅舅终于找到 自己刚转生的场景 这是人体复活的神圣魔法 原来舅舅在一世间的肉体 是这样被造出来的 刚重生的舅舅 被误人世兽人 遭到暴打 由于语言不通 遭到更狠毒的暴打 当时他自己还想着 要拿压岁钱 去买游戏卡蛋 结果就穿越到 异世界被围殴 两人再次感受到了 这份沉重的心情 突然腾公感觉 听到了什么声音 舅舅把影像的音量调大 我是异世界之神 你是转移之人 神明竟然说起了中文 清文吐槽 这神是把语言搞混了吗 他决定翻译 刚刚说的话 意思是说 欢迎舅舅来到异世界 神决定赋予他 一个生存的力量 清文相当兴奋 想必舅舅许了一个 很猛的愿望 比如说 让这些家伙 后会出生在 这个世界的力量之类的 腾公怀疑清文 高中时候 有什么不好的回忆吗 舅舅回忆起 当时想的事 只有语言相通 肯定就能互相理解了 原来当时 神是实现了这个愿望 舅舅想到 突然能听懂异世界 原来这就是奖励 两人不禁觉得 这能力好寒酸啊 这是影像中的舅舅 用异世界的语言 表明自己不是兽人 清文觉得 舅舅就是这样 跟人互相理解的吧 舅舅说并没有 他被当成 能理解人话的稀有兽人 被卖到展览馆去了 并且还价值三枚铜帝 正想说后续的舅舅 被两人给打断了 表示想要喝咖啡 就这样 三人喝起了 刚泡好的咖啡 在讲痛苦的事情之前 果然还是先来一杯咖啡 做中场休息吧 那么这集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 掌握最新故事 那么我们下期见 上集说到 舅舅出道异世界 由于语言不通 被当成半兽人殴打 最后误打误众之下 和异世界的神明许下 精通语言的愿望 结果没想到 被当成会讲话的 稀有半兽人 并且以三枚铜帝卖掉 今天三人继续观看影像 被送去展览馆的舅舅 被嫌弃不值钱 结果一个夜宗刷 却值120枚铜帝 两人震惊 舅舅到底是有多廉价 没想到 连舅舅自己都感到震惊 这时舅舅和静雯纷纷流了鼻血 原来是忘却魔法的后遗症 这是静雯一开始 看到的小本子上的记忆 舅舅把小本子拿给腾公 两人定住他只能看第一页 也就是叶宗刷 比舅舅还值钱的痛苦记忆 这是影片中的舅舅被关到 展览馆地下的监狱里 之后的一周 老板已经完全遗忘了他 此时的舅舅 开始说起一连串游戏的内容 两人看着舅舅的心里 终究还是崩坏了 舅舅连忙否认 自己是一方发疯 才和月光在讲话 看了你就知道他还很正常 那个表情 已经让两人不知怎么回应 舅舅提到游戏里的必杀技 就想知道美丽又强大的光 没想到光和他说了声谢谢 舅舅突然意识到 是哪位在和他说话 他走了上前 在精灵的引导下诞生了光之剑 这是舅舅最初使用的魔法 两人想到 舅舅像神许的翻译力量 让他能够听懂不同精灵的语言 像之前在封印都市也是 看来能和姐姐精灵对话的 也只有舅舅 这就是舅舅拥有强大魔法的秘密 这时舅舅才想起 每次和大家聊魔法的时候 都不在一个电波上 舅舅以为能理解那里的语言 是因为玩不懂英语的游戏 也能顺畅无阻的实践能力 两人吐槽 没有这种实践能力 之后舅舅使用光剑逃离了地牢 顺便把小型魔兽也放了出来 离开时 有只魔兽跳到他的肩膀上 突然往他的颈动脉攻击 随后蜂拥而上的魔兽 吵着舅舅跟展览馆的老板撕咬 也看舅舅游戏结束 他可不想当只会逃避的普通民众 此时舅舅的游戏魂觉醒 他将魔兽消灭掉 并把老板送去安全的地方 舅舅就这样 跟剩下的魔兽战斗一整晚 最后把魔兽们化作食物 为表感谢 舅舅还把他们都埋了 舅舅告诉两人 虽然在一世界经历了各种艰难 但也算是有个好的开局了 两人听完傻眼 这算打门子的好开局 眼看也到了晚餐时间 腾公打算回去吃炸鸡 结果听到 后面有从魔兽龙那里 就下精灵的故事 两人超想听这个故事 腾公也放弃回去吃炸鸡的机会 故事发生在 舅舅到达一时节的第九天 他与魔兽龙展开了战斗 舅舅看着 被精灵攻击过的痕迹 一招解决了魔兽龙 简单道让腾公对炸鸡感到难过 舅舅朝着精灵走去 精灵以为他是兽人 并且想对他做什么 结果舅舅 只是递上了外套让他穿上 表明自己不是兽人 精灵郑重地向他道谢 舅舅表示举手之劳罢了 结果精灵感情现当场坏掉 说他是个丑陋的兽人 难以原谅的丑陋 舅舅问他刀从哪来的 这是精灵才回过神 赶紧把刀 用空间魔法给收起来 当时的舅舅 还不知道那是魔法 以为他把刀刺进去 上前把精灵的外套掀起 查看是否被刺上 不顾精灵的反抗 直接拉下拉链 还顺便赞美了精灵的皮肤 精灵受不了这种刺激 用刀灰开了舅舅 只见舅舅默不吭声 越是这种时候反驳 更容易让对方兴致高昂 静温先想 舅舅是遭遇了怎样的学生时代 从那天开始 精灵就缠着他不放了 舅舅觉得精灵真的很坏 上次冻结封印的时候 也不帮忙 本宫提到当时冻结封印 有什么后续 舅舅画面一转 醒来的舅舅 感觉身体异常沉重 往前一看 竟然是精灵和梅贝露 躺在身上 精灵先醒来了 两人四目相对 精灵解释 本方可是有利用 野兽内脏 取暖的方式 精文和腾公不禁吐槽 这借口也太牵强 没想到舅舅竟然相信了 精灵上前 想继续靠在舅舅身上 舅舅无奈被当成兽人 但最后还是随便精灵了 精灵听完 开心想凑上去 结果还在睡的梅贝露 直接往舅舅身上趴去 惹得精灵很不高兴 没想到 梅贝露嘴里念着妈妈 并还哭了起来 不是说守住动神剑 就不愁吃喝 精灵看不下去 一个手刀 把梅贝露劈醒 醒来的梅贝露 说自己超想工作的 工作再高 舅舅再次提到戒指 卖掉就不用担心 往后的生活了 梅贝露看了下戒指 觉得自己还是要独立 不管精灵怎么怂恶 梅贝露还是打算 等快要饿死的时候再说 舅舅提议 不然先让精灵照顾梅贝露 精灵把戒指卖了 应该还有不少钱 这是梅贝露学习小狗 说完羞耻地把头埋起来 舅舅说 要请两人吃早饭 结果梅贝露又汪了一声 三人坐在餐桌 梅贝露介绍了自己 是兵之一族的后裔 这时精灵说 叫他精灵救好 他的任务是 回收失散的古代魔法道具 两人吐槽 这么帅的名字骗哪位啊 精灵说 自己准备要去上次的小镇 也就是之前当掉戒指的地方 两人心想 精灵是打算赎回戒指 看来梅贝露带来的危机感不小呢 梅贝露问舅舅 今天有什么打算 他打算去附近看看 勇者正在攻克的地下城 说起勇者 精灵提到这五十年 勇者原本处于空缺的状态 听说那人击退了魔兽大军 功绩得到称颂 梅贝露说自己也要跟舅舅去 不过他习惯夜间行动 现在开始睡觉 下午两点才能醒 所以下午五点再出发 就这样三人就地解散 这时舅舅眼看时间不早了 腾公饿到趴在桌子上 想念起晚上的炸鸡 他打算请两人吃拉面 三人吃起美味的拉面 舅舅贷不够的钱 又腾公补上 那么这集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 掌握最新故事 那么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